實力搶投箱 桃園全力打 時代力量黨籍的所有桃園市議員參選人齊聚一堂 在選舉登記第一天搶投箱 一早八點就來登記 期盼為年底大選活個好彩頭 那我們今天在桃園推出了六位的候選人 那我們唯一的目標 就是讓六位的候選人全力打全部選上 民進黨籍桃園市長參選人鄭運鵬 則在市長鄭文燦與大批黨籍市議員的陪同下 來到選委會登記 面對昔日戰友鄭保卿的參選 民進黨希望營造團結氣勢 延續執政優勢 桃園經歷而過鄭文燦市長 兩任將近八年的好成績 市民朋友幸福感認同感都大幅的提升 現在我們到了外縣市 我們都會很大聲的說 我來自桃園 大家說對不對 會 這是七年多以來桃園改變的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我們今天展現我們的實力 然後來到這邊 要告訴大家 我們會用最短的時間來成軍 桃園七年會戰聯盟 到勝 桃園七年會戰聯盟 到勝 而這次沒有要在桃園選舉的前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則是陪同國民黨桃園青年問政連線的幾位 黨籍市議員前來登記 拉台選戰氣勢 我們登記參選的 桃園的候選人 也將是一起推動台灣 走向民主正軌 走向善良政治 然後讓真正正派的 像張善政 所有的正派的候選人 可以有一個讓台灣人民好好生活的地方 年底選舉從即日起到9月2號為止 登記完成後就代表真正參選 也讓選戰進入另一個全新階段 台灣有限新聞桃園採訪報導 表明了